有警示,有故事,这里是北方警示,欢迎回来 在如此危险的贩毒行动中,利用自己的孩子来掩人耳目 真的有家长会做出如此狠心的事情吗? 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惊讶地发现 小坤并不是汪美如的亲生儿子 与龙云飞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那么这个孩子究竟是谁的呢? 他们在贩毒的同时难道还做着贩卖人口的非法行为吗? 眼前这个活泼的小男孩就是小坤 他一直冲着汪美如喊妈妈 两人看起来十分亲密 小坤还把自己手里的奶瓶拿给汪美如喝 孩子的表现是最真实的 小坤与汪美如之间的亲密互动 打消了警方之前的怀疑 那么这个孩子跟汪美如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你好喜欢这个孩子 比先生的还要喜欢 没关系的文法 一听到小儿 一听到二次我就忍不住 我好想忍住又忍不住 我不想哭的 那人都是有感情的 也带久了 这个不是亲不亲身的问题 真的 王美如说 小坤是她收养的孩子 当初她的朋友丽丽与一个已婚男人交往并怀孕了 原本丽丽并不想把孩子生下来 在王美如的一再劝说之下 才生下了小坤 丽丽的生活条件并不好 为了孩子的健康 王美如甚至把怀孕的丽丽 接到家里来照顾 天天给她买老母鸡 端留脸给她们吃 也不然这小孩子现在没这么好 人家预言比较丰富 比较全方位 比较 就是 搭配的就是挺好 一定要挺好 我也是问人家的 我也不懂 我也没做过妈妈 也没做过母亲 我也不懂 但是 我是未经许记的